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宮廷正義 我們住在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的售教權受到剝剖 那我們這一點我們要跟憲政委員提出嚴重的抗議 剝雄在地幼童入園的前院 那據昨天報名的第一天 就已經報滿了 那至於本村的兒童根本沒有辦法就讀 那現行的法律還有十條規定 原住民優先、弱勢優先、外配優先 在這種規定之下 並不適合我們台東這種天鄉 因為第一個台東原住民比例偏高 第二個低收也是全國最高 那外配也是非常高 如果以這樣的一個規定 那我們小孩子根本沒有辦法在這邊讀 謝謝你